郑大师 今日召见诸位大臣 有几件事要议 第一件事 就是核定礼部尚书人选 诸位成功 臣等待 请说出各自意见 臣等请受庞上主义 停议之前 先由吏部尚书杨伯续说缘由 臣起皇上 吕条阳升任内阁谱臣以后 吏部尚书一职出缺 臣遵皇上旨意 选拔三人备选 一 南京吏部尚书万世和 二 汉林院长院学士王正林 三 礼部尚侍郎张四伟 张四伟摆在第三 怎么 有何不妥吗 张四伟只不过是礼部尚侍郎 在他前面 还有礼部左侍郎王显绝 为何超越王显绝而推荐他 此事我曾和首府计议过 张四伟担任过汉林院士蒋学士 他安属本朝的典章制度 如果让他出掌部务的话 皇上可能会更放心一些 王显绝在礼部主政 已经有些年头了 难道他就不熟悉部务了吗 朱熹孝大人说得好 平心而论 王显绝也好 张四伟也好 谁当上部堂大人 我许从成都在场 我只是觉着 这推荐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 皇上 应人划线 什么应人划线 姑父 你说清楚 说穿了 不用王显绝 就是因为 他是高拱任上的人 王显绝在谁任上 做过官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在胡椒苏屋问题上 处处与朝廷作对 设置障碍 这种人怎能得到朝廷的重用 王大人 你说这话 不是跟张居仲 一更鼻孔出气吗 我是在维护朝纲 维护朝纲 朝廷纲既不能用于私人院 你不明白吗 好了 不用争了 那张四伟不过是排在第三 他前面还有万世和和王正林吗 好了 杨大人 你说的这两个人 我都不认识 不便于发表议论 其实 我对张四伟也没什么恶感 如果他当上礼部尚书 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我只是为王显绝鸣不平 许多人的话 这个王显绝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何这么多的大臣替他讲话 他与力部左侍郎魏廷山两个人 是高拱的横哈二将 那即使这样 王显绝无论如何也不能用 都在为王显绝鸣不平 说实话 无论从冥王 从资历 王显绝都该升任礼部尚书 不过我要问大家一句 我们是为朝廷秘人才 为皇上选骨功 难道只看冥王和资历吗 不错 王显绝自屡调阳调离之后 从他手上经过的税银无数 比如 僧道度蝶的发放 香菌税 花菌 都是由王显绝亲自独办 而向太仓上脚的银子 却寥寥无几 当然我手中 还没有王显绝从中探没的证据 然而 向太仓所交的都税来看 却与事实完全不符 再说了 所谓名望 秦政爱民者有名望 学术有成者有名望 谨言慎行者有名望 不知王显绝属于哪一类 我打个比方 就拿海瑞和严松这两个人来比较 我看海瑞肯定得不到 太多的支持 而严松则不然 为什么呢 因为海瑞是为朝廷做官 为百姓做官 肯定得罪了不少人 而严松则是为自家做官 为彭党做官 自然处处逢破 如鱼得水 对 诸位说 仅从明望和官员的拥戴程度 我们能为朝廷为皇上 选出真正的干才巡礼吗 说得好 妹子 你可不能出去啊 为何 咱俩是内眷不能见外臣 咱们该破破这规矩了 母后 臣妇请两宫太后申罕 诸位大臣 请平身 谢太后 方才张先生一席话 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说实话 起初张先生提出金茶 我也不明白 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些时候 看他做人做事 我总算明白了 张先生的金茶 是要替皇上 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财太那些 贪官 婚官 以及雍官 这是件大好事 他这样做 我 臣太后放心 我放心 皇上也放心 所有长眠于地下的 大明前朝的皇帝们 也都放心了 各位大臣 要记住两宫太后的训事 是 礼部尚书的任用问题 我看不妨先搁置一下 王显觉催毒的赋税 我看有必要进一步核实 是 是 是 诸位大臣 你们都要像张先生那样 替皇上排忧解难 臣得金库派后提指 张先生 国事你要操劳 皇上的读书学习 你也得操劳 皇上的学习 臣一课也不敢忘 今天臣特意为皇上 带来一件礼物 礼物 啥礼物 这是个啥 这不是空竹吗 京城里满大街的小孩 都玩这个 张先生 这就是你给皇上的礼物 启离太后 这是臣让人在草垫子集市上 花两个铜钱买来的 臣知道这礼物很轻 可说不定皇上会喜欢她 张先生 这风 风 对 康主该如何玩啊 皇上不必着急 臣这就玩给你看 子 Off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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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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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去趟内阁 首府郑大人要见你 是 等等 把帽子戴正了 别给咱互部丢人 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 卑职猜测 首府大人将唯一我重任 他还挺自信 是啊 卑职虽然围观不久 但却深知官惩了顾及 所以我跟王大人商议 派你到礼部去查账 你意如何 卑职一定不负中王 布团大人 请允许卑职从杜芝斯 选判几个精通账目的 丽元毅同前往 礼部这个马蜂窝 卑职是统定了 你记住了 你此番前去 是替朝廷查账 不是去替什么人卸私奋的 你看看 首府还有什么吩咐 我送你八个字 秉公办差 不寻私请 只要你按着这八个字去做 遇到什么障碍 本府和布团大人 都会为你撑腰的 谢首府大人和布团大人栽培 卑职去了礼部 一定资助比较 把这档事办好 看来你是个肯盖式的人 这一点很好啊 年轻人 少一点风花雪月的清流习气 多一点忧患意识务实精神 那朝廷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银票 布团大人 布团大人 方才 首府大人所言 卑职铭记在心了 这是一张一万两的银票 卑职把它捐给台仓 或许 能解燃卫之急 看不出你小子还挺有钱的 没没没 卑职其实是一个穷光蛋 那这一万两的银票是哪儿来的 回布团大人 赌来的 赌来的 你赌什么 蟋蟀 那天我进了邱辉府 跟称霸京城的蟋蟀王 碧楞子一局定输赢 赢回了这张一万两的银票 你能赢碧楞子 那碧楞子不过二 赢他又有何呢 你小子还真有吹大牛的毛病 你老实说 这银票到底从哪儿来的 王补堂不必光火 这银票 确实是他金学增 从碧楞子那儿赢过来的 不过我看你还是说了句假话 回首副大人 碧楞从未说过假话 刚才你跟布团大人说 你是个穷光蛋 这就是句假话 首副大人 碧楞真的很穷 碧楞在京城租房居住 这行囊里边只剩下三五两个银子 果真如此吗 你这三千两银子的赌资从何而来啊 回首副大人 我那三千两银票 是假的 假的 请首发上过目 你看看怎么会是假的呢 这张假银票 我还真看不出来 就这么看啊 一般人是看不出什么破绽 你看这个银票 它是用加厚的储皮纸制作而成 中间 藏有密鸭 只要是去对银 这嘲讽就会发现 要是不对银的话 拿到试上 便可唬人 这么说 这张假银票 也是你制作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可没有那本人 二位大人 你们还不知道吗 现在在这京城里头 作伪高手那是大有人在啊 一开始 他们是造假股东 什么夏鼎 商仪 情歌 汉劲 做出来极可乱针 然后 找些富庸风雅的冤大头 把他卖出去 赚回大把大把的银子 到了后来 他们什么赝品都敢做 上至告命劝书 印信官房 下至婚书契约 凡有用之凭据 几乎无一不拒啊 背着这张假银票 就是花一吊钱 请他们制作的 你如此作假 万一失手怎么办 卑职看到国库浩劫 就想通过此举 为户部渡过燃眉之急 也就只能横下心来 铁而走险了 真难为你了 什么 要到礼部来查账 是 户部自问内阁 刚才内阁将披荐送到了礼部 真太娘的啊 王国光要骑在咱们头上来拉屎呢 礼部谁来 金学增 金学增 哦 就是在楚记仓 打架那个九品官政 正是 王国光弄了这么个刺头来 是想把我们礼部一锅端呢 他现在人呢 就在礼部门外 好 你去告诉他 不许他跨进礼部大门一步 大人 这么公开与户部作对 恐怕不妥吧 什么妥不妥的 我就偏不信这个邪 你去 是 金官政 请回吧 王大人吩咐 不许你踏入大门一步 我可是奉守府大人 和户部尚书之命前来查账 今儿个你要是不让我进 那就是公然地对抗内阁与户部 你个乳秀未干的毛孩子 你别拿内阁和户部来吓人 告诉我 户部和礼部同属六部 而内阁只为皇上拟票 并不能临驾六部之上 再说 你们有何权利 随意进入礼部来查账 要是礼部派人到你们户部查账 他王国光会让进吗 好 好 你把你今儿个说的话 全都给我记清楚了啊 这上面一旦追查下来 你可别变成锁头乌龟 你别吓唬人 狸猫变不成老虎 好好好好好 耍得好 不愧是总督出臣 有大帅之气概 什么大帅啊 如今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你这话我不爱听 三军不可夺帅 批肤不可夺治 再说啊 你又不是批肤 你可是堂堂正正 你朝廷的三品大员呐 三品大员怎么样了 眼下正在经查 还不知道 有多少三品大员 要卷铺盖回家呀 是啊 张局正现在是越来越 明目张胆了 他今天竟然派人 到我礼部来查账 人到了吧 到了 不过给我轰走了 什么 你可闯大祸了 我可听说 查封礼部账目的是 太后和皇上的旨意 你把人轰走了 这不是抗旨吗 我已经豁出去了 大不了谢官回家嘛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进也是死 退也是死 不如利用同利本之死 跟他们决一死仗 你准备怎么做 为同利本 举行公祭 公祭 这事闹得好 别弄得无法收拾 不会的 现在很多的阎官 都站在我们这一边 他们都愿意参加公祭 现在主要的是 要说服武清博 和许从成 这些黄秦国戚 只要他们参加了 皇帝还纳谁治罪呀 一品毒汤 葛大人到 葛大人到 葛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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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官兽骨苍颜 行饮之 胸前一物 苏木胡椒 袋子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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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 现在好 这位大人 你看 连葛大人 连葛大人都来了 待会啊 那些高官大辽 都会陆续前来治计的 天下斯温同骨肉 只要有点良心 都会同情同利本 王显觉大人 畅一位同利本公祭 这是大德人心之举啊 是啊 是啊 大人 那个男的他招供了 终于扛不住了 走 招了去 请 啊 是 挺好的 有相诚? 我渐着宫家的宫家 我渐着宫家的宫家 我渐着宫家不知 我渐着宫家的宫家 姓廖的公公 廖君 听那位公公说 他也是在帮人忙 帮谁等了 他说是 大内有位公公 他的侄子被你们抓了 为了救他 才不得以而为之 你看 你要是早说了 不就少说几天牢狱之苦吗 把他要往寻城御师府 战事官员 是 招了 是谁之所谓 显然是邱德勇指使的 他想利用绑架御娘 来换取张大郎的无罪释放 这个邱公公啊 平时十分寡言 是个老实人 但是此时他却做出了 如此愚蠢的举动 真是可惜啊 另外 据我手下来报 王显觉要为佟丽本举行公计 杨姆把胡同已经十分混乱了 公计 是的 自佟丽本死了之后 王显觉 魏廷山他们 就上蹿下跳 寻寻闹事 如今京城里各大衙门愚润然 这局势们有失控之余 你去佟丽本家之机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去 我想 王显觉 魏廷山他们 借佟丽本调死之事挑衅闹事 起毛头是指向手抚您的 我去调研恐怕不合适 王显觉他们居心叵测 想借此闹事另一回事 但佟丽本是无辜的 你应该去调研 顺便到户部通知汪国光 说我希望他 也能够前往洋乙巴胡同之际 好 疯狂 新成玉使王大人到 uerdo 孤哥 江彦 孤城玉使王大人到 孤城玉使王大人到 他也敢 但是 王国光是杀死佟丽本的真正凶手 要不是他死命维护张俊正的实物折缝 佟丽本也不至于自寻转件 对 对 你给他死了 对 让他要回佟丽本 要回该属于你的东西 请问佟丽本遭遇不测 我王国光特意前来表示哀悼 我干的屁了吗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你换我的老爷 你要不是实际无价数目 我家老爷也不会死 我家老爷能还我家老爷 冯夫人 你家老爷不幸事事 本部堂也极为悲痛 你悲痛 你悲痛个屁 你要不是勾了他的封印 你不会悲痛 你悲痛不能一眼看着我们一家 连锅都戒不开 你给我滚 你滚 冯夫人 都 好了 夫长大人 好 我们走 我们走吧 吴清博大人 吴清博大人 二位大人到了 吴清博 您可是天下第一号皇亲的 你怎么干起来 这个泥水浆的活啊 闲点也闲点 我这不是练手呀吗 我家老爷他喜欢弃墙 这堵墙是弃了拆拆了弃 折腾了百事回呢 好 那天啊 我差点和我闺女跑了起来 好 为了何事啊 那还不是为你啊 他张思维当上了礼部尚书 不就把你晾在一边了吗 你是尽挑好听的说呀 吴清博大人 你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 我怎么听说 你这次去乾津宫 是为了替张思维说话 哪儿的事啊 张思维确实找过我 但是礼部尚书这个职位 不适合于他 你是左侍郎 要说声也应该先轮到你 轮到我 不把我这官给撸了 那就算万幸了 我还有什么奢望 当什么礼部尚书 你说说看啊 他张居正在我头上撒尿 那也就算了 如今他跑到我头上来拉屎 他叫了个官政 跑来到我礼部查账 他查什么账 实话对你说吧 今年春上 李太后手下的管事牌子秋德用 去泰山静香起伏 回来的时候花了五千两银子 买礼品孝敬李太后 他张居正就为这 跑都这来查查 他这个张居正竟敢跟咱贵女作对 就是啊 可太后呢偏偏还要器重他 吴清博 我知道您老人家一贯主持正义 因此有一件事情 想求您支持 啥事 明儿个 王大人要主持佟律本的功绩 到时候 京城各大衙门的官员很多都会去 我们希望您也参加 在哪儿 就在佟律本住处 仰义部胡同 吴清博 我们是热切地期望你的到来呀 吴清博 这可是印证你立场的时候啊 行 我去 我说吴清博是个爽快人嘛 谁有此理 他竟敢不让你进门 叔父大人 今年早上一大早我就带了礼部 那个王显学他拒不见我 还有那个季友公 也是一副盛其灵人的样子 整顿财政 就是要挖朔术抵耗子 他礼部就算是个铜豌豆 你也必须生出铁嘴铜牙来把他咬碎 少副大人 卑职在礼部有一个同乡 他偷偷告诉我说 那五千两的香水银 是太后花掉的 你说咱们要是去查账 那可是搬起石头来 砸自己的脚啊 你还听到了什么 我还听说 吴清博李伟 跟王显觉私下打得火热 这些你都不要管 本府给你的任务就是两个字 查账 是 公计 谁的主意 王显觉与魏廷山 又是这哼哈二将 各大衙门的官员有什么反应 听说有许多官员明儿都要前往 这两个人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高拱担任首府多年 陪支党羽 扩大势力范围 高拱一走 王显觉与魏廷山 就成了这帮人的头了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他们想借同利本的死 反对万岁爷提出的经查 谁要反对经查 郑住免他的官 万岁爷 您免谁的官啊 那些官员可找了一个大后台 谁 吴清博 他答应魏廷山与王显觉 明天去参加同利本的公计 简直是胡闹 冯公公 你告诉武清博 就说我不准他去 是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胡椒苏木折缝 竟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如今死了王松 彭立本 张大郎也被判了死刑 说到张大郎 我就想起邱德用 这个老奴才也跟了我十几年了 真是怪可怜的 自张大郎被判了死刑之后 这邱德用啊 是整天眼泪不甘 我看他怪可怜的 准了他一个月的假 让他回家歇息 如今也过去半个月了 冯公公 你落空替我去他的私宅瞧瞧去 奴才遵旨 只是有一件事情 奴才实在是不敢隐瞒 什么事情 今儿个张居正和王国光 派人去礼部查账 王显觉把他们拒之门外了 这个王显觉是吃了豹子胆了 竟敢公然抗旨 据他说 他抗旨是为了太后您着想 怎么又牵扯到我了 据奴才调查 泰山提点杨用成来京郊香睡银 少了五千两 为何少了五千两 据说今年春上 邱德用带队去泰山 为先帝爷祈福 回来的时候 向杨用成索要了 五千两银子的礼物 号称是带给您的 所以王显觉怕一旦查账 查到娘娘头上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邱德用索要了什么礼物 据奴才调查 这些礼物 一部分分给了五千伯 余下的他私吞了 这个奴才 竟敢打着我的幌子索要银两 外面人不明就理 还以为是我要贪这小便宜 问题还不在这儿 王显觉正是利用太后娘娘您 来阻止查账 别说了 梁儿 对这些心怀叵测之人 看来不能存有侥幸心理了 你说呢 那母后 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邱德勇跟了我多年 他也是一时糊涂 念他是个老实人 将他留在宫中督办伙房 太后娘娘 奴才也觉得不妥 为何 他打着太后娘娘的幌子 中饱私囊 已经大大的损害了 太后娘娘的名声 这且不说 还有一件事 他邱公公更是胆大包天 他又犯了何事 他为了保全他侄子 张大郎的姓名 与西新司掌印廖君共谋 用银子买通了江湖浪人 绑架玉娘 以此对张先生进行威胁 真是下流之急呀 此事属实 千真万确 绑匪的外号飞鹰 已被王转捉拿归案 现结押在寻城玉石府上 他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 这个邱德勇 真是不想活了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如果念她多年的苦心照料 可以赐给她一些装填 就按你说的办 赐她两百亩装填 回击衔助养老 是 秋公 冯公公前来传旨 是 秋公 是 冯公公公前来传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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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公公公公前来传旨 想出生下来传旨 顾命你回籍贤助 因念你多年四奉左右 顾赐庄田两百亩 钦此 乔大勇 还不赶快谢恩 老奴灵之谢恩 你呀 放着好好的管事牌子不做 竟干这些龌龊的事 可不得 我都替你害臊 行了 赶快收拾收拾吧 太后了 你真伟大 老奴 我只挪用了区区五千两银子 你就搁我的职帮我赶出宫门 这也是我最有赢得 可那些贪官务力 他们贪污受惠吃空鹅 那数量是无法估计的 你 你怎么就不整治他们呀 太后 这不公平 不公平啊 太后 太后啊 公公公 公公 东厂的陈英峰在此等候多事 方公公 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呢吗 这几天工里工外 已人心惶惶 听说邱公公和廖公公 已被贬逐回击 是啊 可怕的是 高拱的那帮余党 正准备以为同立本公祭之名 向张俱正打人开刀呢 冯公公 在下该怎么做 一切听从调刑 你立即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想方设法阻止公祭 冯公公 您放心 咱们东厂对付闹社的官员 历来都有一趟 还有张哥老 亏你还沉得住气呀 发生了什么大事啊 魏廷山王显爵二人 主持同立本公祭 各部院衙门的官员明儿一早都要前往 公祭就公祭吧 你怕是吧 他们都串通好了 公祭一完 全都走到紫禁城 向皇上请愿 请什么愿 要求废除金茶 天要下雨 你要嫁人 他们要闹 就让他们闹吧 他们这是要赶你下台 你不对他们下狠手 他们就会要你的命 万历新政还没开始 这火腰味够浓点了 可不是吗 你听我一句 对明天的公祭 你必须加以制止 千万不要让王显爵他们的阴谋得逞 封公公 你说怎么办才好 两个字 镇压 凡参加公祭的官员一律抓起来 你这是火上浇油 使不得 那你想怎么做 明日我亲自参加同立本的公祭 你疯了 王选角他们搞公祭就是为了整你 我知道 京城各大衙门的官员 参加公祭的目的有所不同 绝大部分官员 是因为同情同立本而去的 我只要去了现场 就能够争取到他们的量子 张哥老 不是我孝断你 你这是书生之见 明天公祭现场十分混乱 你会有危险的 能有什么危险 你上台以后 实行的什么胡椒 苏木 折缝 还有经查这两件事 那京城的各大官员 都恨不得把你生吞喽 他们一人脆口吐沫 都能把你淹死 如果连这点都担待不了 那干脆逛逛回家 去卖考卖薯吧 你不要开玩笑了 我是为你的安全担心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通知了王转 明日啊 再养一把胡同一带加强警戒 去 张阁老 你如果明天执意要去 最好先征得太后与皇上的同意 这是我个人的事 我看就不必了 公公 张大人有什么态度啊 他呀 十足一个书呆子 等过急了 按既定方针行事 是 假大人有 都上面记住一世 不断了 不断了 来 吹起来 吹起来 大点声 喝大点声 过来 这些苦婆子 各让他嘴巴溜滑呀 不敢跑 不敢跑 大点声 大点声 喝大点声 等气点 大点声 喝大点声 喂大人 你怎么做了这么个小轿来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什么牌上 走走走 去 去 去 老爷 您真的要去参加公祭呀 这事我不能回避 夫人放心吧 他们不会保自面 李可 你可是虎卫班的班头 你要多带些人 绝不能离开老爷半顾啊 夫人 你就放心吧 只要有我李可在 没人敢动张大人一根汗毛 都不得要说了 上路 不得将大人 sweetheart han Como se 这个场面大不大 为一个六平主使举行这么大的功绩 国朝史无前理 你说张俊正会不会出面干涉 他怎么干涉 比如派兵驱散什么 他如果这么做岂不是更好 问题是他不会这么做 自胡椒苏木折缝以来 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他张俊正不治一辞 你不觉得奇怪吗 有武卿伯李伟和驸马都尉 许从成和他作对 他还有什么招好想的 是 反正不能钓以轻心 你看那个人 谁啊 这人有点面熟啊 该不是东城的奸细吗 有点像 所以说 这事咱还真不能钓以轻心 这是谁啊 好 冯公公 吴清博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是专门来找您吴清博来了 找我 找我有啥事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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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